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代表着最经典的北海美食文化 为你呈现只属于北海的地道小吃 当然了 吃海鲜 观海景 把酒临风 韬生振振 各种妙处那也是美不可言的 北海老街 桥港 维州岛一定有你要去的地方 那现在就出发吧 始建于1883年的北海老街珠海路步行街 有一百多年历史 是北海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整条街都是两三层的棋楼棉居 斑驳的墙面见证了北海曾经的繁华 北海老街长1.3公里 这条街最为奇特的就是棋楼建筑 您看两边的店铺 它都有回廊和走廊 所以说刮风下雨都不怕 在老街几百家众多的特色美食中 五元钱一个的虾仔饼无疑是主角 虾仔饼中的虾仔 就是北海本地出产的小虾 油炸之后十分酥脆 整只虾连外壳吃下去 都不用担心虾壳太硬刺嘴 加上软糯的米粉外脆内软 全是这种小虾米 然后浮在上面的 料非常的足 来尝一下 好烫手 香香的脆脆的又软软的 糯糯的 来北海吃到的小吃 第一个标配 必定是虾饼 北海连接海边海产品丰富 由此衍生了很多 独具北海特色的海鲜食物 海鸭蛋蛋黄酥正是如此 它采用一整个海鸭蛋黄 作为馅鲜 外层酥而不腻 再裹一层雪味娘 内馅儿配上红豆沙 馅儿香而不甜 这个蛋黄酥 跟我平常吃到的 鸭蛋的蛋黄酥完全不同 又咸又香 然后又甜 它层层的口感都可以体现到 美美精致 北海老家的夜生活是丰富的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饮食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 又有鲜明的地狱性 特色小吃 淡加海鲜 月是点心 西是咖啡 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逛老街就喝白甘蔗汁 我们是一天大概一千斤左右吧 这么多 半吨 对 那给我来一杯 香 先炸白甘蔗汁 第二杯半酱 好爽啊 一杯白甘蔗汁 清凉下火 清热解暑 走累的话 你也可以来一杯哦 老街延续着中西河壁的古老韵味 而在十公里之外的桥岗镇 一条风情街则演绎着东南亚的异域味道 听说这儿是北海最热闹的街 没有之一 在桥岗风情街上 大约有两百多家的店铺 走在街头 您随处可见异域的风情 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桥岗镇靠近桥岗海滩 居住了许多越南桥民 因此小吃也融合了越南风味 不仅游客为特色小吃慕名而来 当地人也爱驻扎在此 夜晚热闹十足 今天就爆满爆满 因为我们的海鲜都活了 做给你们吃 没有死的 各样各种各菜都有 香辣麻辣可以做 非常好吃的 一天晚上有三台几次 我们爆满起码睡早就有三次 就吃些北海当地的小吃 卷粉 生蚝之类的 卷粉 糖水 炒冰 蟹仔粉 炒螺 这五种小吃是北海桥港 精华美食的代表 38岁的徐国芬 从小学就学习做卷粉 是第三代传人 40多年来 无论环境如何改变 永远不变的 是外婆传承下来的独特滋味 我会做卷粉是妈妈教我的 妈妈是越南的外婆教妈妈做的 北海带那个手艺过来传售给我 我也一定会努力把它做好 继续做下去 粗米泡好磨成米浆 再用勺摊到苹果表面 盖上盖子慢慢加热 只需半分钟的光景 一张晶莹剔透的卷粉皮应运而生 阿芬家的卷粉2.5元一条 加鸡蛋再加一元 以前的卷粉种类比较单一 现在有了更多丰富的选择 每天选用最新鲜的猪肉 泡葱米 打米浆 做馅料 阿芬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 只为用心最调大家都认可的卷粉 你看它时间就是这样 这两条卷好那两条也就熟了 卷好了 是啊 然后用筷子把它拒下来 对对对 阿芬家的6种馅料的卷粉 全在这一碗里面了 相当清脆的口感 看见没有 里面都是切成丁的这种马蹄 马蹄是清脆的 肉末是清香的 口感特别的舒畅 你看这个卷粉 它是在几十年前 飘洋过海来到北海桥港 落地生根的一种小吃 它不仅卷出了很多种的口味 它也卷出了妈妈的味道 梁广洗食甜品或者叫糖水 北海当然不例外 桥港风情街 原来本地人把这里叫糖水街 就是因为卖糖水而有名的 糖水店遍地开花 从97年就开始卖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两管都是比较注重节气 搭配那个食材的 大概还有四五四种吧 可以用来做糖水的食材 种类有很多 各种受欢迎的甜品 价格也实惠 一般在四到十元不等 周姬家的港湾糖水 一天要卖到上千碗左右 店面虽然朴实无华 但是却用坚持和严谨 把各种糖水甜品的 经典口味传承了下来 丹丹丹丹丹丹四种 这个是 这是莲藕板栗芋圆 这是桃椒糖水 这个是五加 还有绿豆海带 吃下去后你就觉得 要马上你的这个热度 就减了几分 对对对 因为我们北海本地 是特别炎热的 所以我们本地人到夏天 特别喜欢吃一种 绿豆海带来消食 这个海带我告诉你 做成甜的一样好吃 不信你回家试试看 跟绿豆熬在一起 女士特别爱试的 桃椒糖水 哇大块的桃椒啊 对对 满口的桃椒啊 煮得很烂 而且这一碗糖水 没有那么甜 轻轻淡淡的 特别清爽 它其实是适合很多人的 对不同口味 适合不同口味的 我觉得 一碗冰凉 舒爽的糖水下肚 去火又解腻 清热又解暑 炎热的天气 并不能降低 时刻们的热情 热辣烧烤菜 风情街也是照吃不悟 这个风情街哈 一到晚上就是热火朝天的 你看在路边 到处都是烧烤的这个摊位 这边是在烤什么 对啊烤中桃 还有一个香味 这边呢 这边的就是 青菜 烤了这么多的品种啊 青菜有金针菇 哇有 你看这个场面太壮观了 看到那边 看到这边 简直了就是 都在忙个不停啊 在炒那个 江翠方的烧烤店和冰市 在风情街上开了19年 现在烤生豪48元一达 其他的肉类在15到20元之间 每天从早上9点忙到凌晨1点 冷热搭配才能成为经典的美味 炒冰就是一种搭配烧烤 消暑的畅销食物 但凡在这个风情街上 有卖炒冰的地方 必定是要排队的 现在我得靠挤 天哪 要穿越这个人流 才能吃到炒冰 这专门有一个人在叫单 一天要卖多少杯 一千多杯 炒冰的一般做法就是 在炒冰机里倒入不同的果汁 用铲子快速地翻动搅拌 果汁会快速变成粘稠的冰 最好卖的是炒什么 芒果 芒果 还有椰子 芒果味的炒冰 香味已经扑面而来了 北海人为什么爱吃炒冰呢 我们在炒冰嘛 我们是让他们游泳回来的 就喜欢吃这个 炒冰师傅深谙吃货之道 绝不投工减料 椰汁 芒果 哈密瓜 百香果 菠萝蜜等等热带水果的味道 就集中在一份份现做的炒冰里 这个是白香果味的 透心凉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爽爽爽 13块钱一杯 货真价实 蟹仔粉是从越南传过来的一种美食 吃法很独特 蟹仔就是指小蟹 蟹仔粉的做法是选用新鲜的实蟹 先把它捣碎 分离出精华汁 再用洋葱等配料炒至提鲜 这个是蟹仔啊 晃悠悠 晃悠悠的 太鲜了 我没吃我已经感觉到了 这种鲜美的程度 蟹仔再放入汤里慢慢熬制 直到螃蟹的鲜味全部融入汤中 蟹仔粉的精华就在于这个汤头了 清汤 咬出来这个汤都是透亮的 天呐 这个料包实在太大了 我使很大的劲儿几乎是咬不起来的 哎呀 还有一个大料包 然后还有这么多只鸡 哎呀 有菇啊 有沙虫啊 有虾米啊 还有其他很多那种药材的配料 熬了几个小时的汤 再和米粉混合在一起 细滑的米粉也融入了清甜的海鲜味 再配合炒香的配料 这道小吃鲜香不比 令人欲罢不能啊 这一碗蟹仔粉又鲜又爽 你能够看得到有很多的配料 我觉得这一碗蟹仔粉 真的是非常专注的 嗯 不错 大家各地的朋友过来呢 没吃到那个蟹仔粉呢 肯定是非常的遗憾 来北海一定要吃到蟹仔粉 在北海风情街 大大小小的炒螺店也比比皆是 五花八门的螺 价格从25元到80元一斤不等 最便宜的是花螺 最贵的是香螺 我们有车螺呀 白雪螺 花螺 姐妹螺 赤螺 香螺 长尾螺 这些都是北沐湾海域这边的 我们是按筋卖的 这个是35一斤姐妹螺 这个是40 花螺是25 白雪螺是30 就是80块钱的香螺最贵了 其他都是二三十 炒螺是北海的特色小炒 像这种长尾螺 就要事先把尾螺敲断 清理干净以后 加入葱姜去腥 再用陈皮 八角 香叶 盐和糖 煮熟放凉再炒 除此之外 把螺和酸笋 葱 姜 蒜 辣椒大火翻炒 既能保持螺肉原有的鲜甜 又能使各种调料的味道得到最大的呈现 我大概算了一下 这五盘螺才不到150块钱 对对对 这个算是白刀次螺 螺肉出来了 对 慢慢拉 慢慢拉 它这个头一出来 那个尾巴就不要断 这个尾巴是比较好吃的 很鲜美 尤其是蘸了这个大蒜 还有小米椒 醋 酱油 做的这个调料汁以后 让这个螺肉的这种鲜美 发挥到了极致 这个是香辣 然后酸笋吃起来有一种臭臭的那种口感 对对对 但是风味很独特 一定要来尝一下这个酸笋炒的白雪螺 必吃不可的 他们一定会吃上一两个螺 才肯回家的宵夜都来这里 北海最为诱人的是北部湾 它是我国四大渔场之一 海鲜种类齐全 在红沙海鲜市城里 记得看到各种螺类 鱼类 贝壳类的海鲜到处结识 这是什么 是沙虫 还在动 对 天哪 有点吓人 你看这么长 简直要跟我的手掌的长度差不多了 对 而且很肥 比较少 基本上一只沙虫 它起码要挖十分钟 才能挖到一根 多少钱一只 它有七八十 挖沙虫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不起勇气 天哪 过去有点怪怪的 因为它还是活的 你看它在我手里还在动 这个虾好漂亮 对 美丽 花虾 有棕色黄色白色 还有这种黄蓝色 包括反过来看尾部 还有这种鲜艳的红色 对不对 这个虾的肉质比较鲜甜 所以它比较适合做刺身 就是可以生吃 它不能养殖 并且它的肉质是比其他品类的虾 肉质比较鲜甜鲜嫩 这个鲍鱼 好大个儿啊 活的 像这样的鲍鱼大概卖到多少钱一只现在 四十五 非常的肥美 很新鲜 还在动 渔船上直接打捞上来 对对 到我们市场了 对对对 中文是地道的桥港人 有着几十年的海鲜烹饪经验 中文做沙虫 一式清蒸二式油炸 北海本地沙虫又叫海人参 体长约十到二十厘米 是烹饪的首选 我们这边有个银滩 那海水没有污染过 那沙虫如果污染一点点的话 它都生活不了 它都会大片的死亡 所以我们这块的沙虫比较厚 比较肥美 把沙虫洗净 依次放入粉丝沙虫和蒜蓉 蒸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沙虫的新鲜感 而油炸沙虫要裹上一层鸡蛋糊和淀粉 追求的则是别一样的脆感和独特的风味 吃了起来是脆脆的 就很鲜甜的 好鲜好鲜的那种 就是吃到嘴里 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虫子 很害怕 对 而现在这个甘榨的沙虫呢 它是焦香口味的 对对对 外表酥皮比较脆 所以说这两种沙虫的做法 它风格是迥异的 中文要做的鹰鲜肉质细嫩肥美 鱼油成分高是一种名贵的鲜类 鹰鲜用大力海盐腌制五到八分钟 最适宜的做法就是香煎 中慢火能让鹰鲜蒸发出独有的香气和口感 外面是酥酥的脆脆的 对 然后这个鱼肉呢还能保持非常鲜嫩的一个口感 这个火候掌握得很好 有那种咸香味 但是又不是很咸的那种 招待客人上到隐藏 那是很重要的客人 除了鲜鱼 马胶鱼也深受北海人喜爱 把马胶鱼的肉与骨头分离出来 打成鱼滑 做成一个个马胶鱼丸 再跟烟菜一起煮 鲜美妙不可言 这个绿色的 有点像北方蚕豆的食材 你一定没见过吧 它叫懒钳 是北海红树林的一种果实 要处理 要不然它有的苦涩味 要熬制过 完了以后就用清水来泡 泡个一两天这样 完了以后才跟其他海鲜搭配来 车罗闷懒前 一道看起来很土的菜肴 却凝结了北海人的智慧在里面 好像吃起来有一点蚕豆的口感 粘粘的 是吧 挪挪的是吧 这边的海边人都喜欢吃 它是不要败火 北海鲜上吃饭菜 要说这海鲜里的大咖 当属鲍鱼和海参了 中文采用的是北海维州岛的猪婆参 猪婆参本无味 鲍鱼只有一点鲜甜的味道 如何残层上二者碰撞出别样的精彩呢 只能用其他的肉类和火腿 他们把它味道逼出来 那味道才鲜甜 火腿 排骨 鸡 虾米 还有沙虫肝 一起熬三到四个小时的汤汁 能让猪婆参和鲍鱼大放异彩 在北海沿海的水道上 还有一部分常年生活在小鱼船上 在近海打鱼的渔民被称为淡家人 因为他们以前的船小船 就好像一个蛋壳一样 蛋夹蛋夹就是这样从那里延续出来 因为海上的环境也不允许他们 有太多的精力去烹饪食物 所以要短时间的 然后要最大程度的保持食材的新鲜 沙蟹汁焖豆角 它的制作方法简单 在豆角快熟的时候淋上沙蟹汁 再焖上一会儿即可新鲜出炉 加盐 加水 然后经过发酵 一个多月以后变成沙蟹汁 就可以做来一种草味品 沙蟹汁的独特味道 有点腥 但又很鲜 吃了让人上瘾 豪宰煎蛋 豪宰鲜嫩 鸡蛋煎黄 一口下去全是豪宰 满足感充斥在您的唇指间 瓜皮炒红萝 用的是脆皮黄瓜 只取瓜皮部分 经过盐 腌制一个星期后依然能保持一种爽脆 与辣椒 蒜片 姜葱 葱头和红萝的鲜炒在一起 自然是很舒畅的感受 裸肉它很新鲜 对对对 又有嚼劲 然后再加上瓜皮酸酸的脆脆的 有食欲 又清淡 我觉得当下饭菜也不错 对对对 香煎一夜成 主要是来自深海的码头鱼 这种鱼需要事先用海盐腌制一个晚上 再拿出来慢火香煎 蒸发掉水分 鱼肉才会更香 因为它腌过 所以它的鱼肉呈现了这种酸酸酸 对 一半一半的 对 非常紧实 鲜甜 然后再加上一些咸咸的 对 北海生活的很多越南龟桥 越南春卷是用稻米末浆制成的米皮包裹 在馅料上则以虾肉 猪肉 以及当地的蔬菜为主 放入油锅中炸至酥黄 越南青稻虾用的就是越南独有的青色稻米 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采下来 用鸡蛋糊包裹在鲜虾的表面再油炸 吃出这种青稻米 非常清纯 清甜的口感 对对对 沾上这个甜辣酱以后呢 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对 脆脆的 这个在越南被称之为吉捞叶的树叶 包裹着荤素搭配的下料 再用特调的炸粉把它粘住 油炸之后就是清凉结束 散发着植物芳香的吉捞饼 它外面裹的这一层叶子特别薄 给这个包裹的馅料增加了一些清凉的口感 对对 清香 北海市面临北部湾 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维州岛对于北海市正南面24海里的海面上 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 也是东西最大的海岛 小白是土生土爪的维州岛人 位于南湾街上的海鲜市场 是他制作美食的食材首选地 独有的食肉 这个可能要久 可能要十年八年 能够长这么大 超开之后就肉就成这样子 它就中间有条油柱 你看肉很肥美吗 肉很肥美 用来清蒸也行 蒸了也行 很好吃的 我们今晚搞点这个 维州岛海鲜市场的许多海鲜 都是岛上独有的 比如这个珍珠螺 大约在200元左右一斤 浑身都是宝 壳还可以用来做吊坠 这个很特别 我没见过 这个就是宝塔螺 也是岛上独有的 这个 维州岛的皮皮虾 跟别的地方也不一样 对 就是透明的 可以看见它 黄色的红色的这种黄啊 全部都是的 这弄大的话就有半斤 纯野生的也是 对 都是刚刚打上来的 这是石斑鱼 龙短石斑鱼的一种 很生猛啊 皮皮虾 宝塔罗 鸣虾 野生石斑鱼 这一类的海鲜 在维州岛通常的做法 是排卓货真 最能体现它们的鲜美 我们叫皮皮虾 比我的手还要大声 三分之二还多 不过这个有窍门的 把它活动一下 隔的位置它都会有 都有一个结啊 对 对 就从这里就这样子掰 掰开了 然后不会扎手 虾黄 虾黄 看 这个也是 对 前面 后面 嚼劲很足 对 蒜蓉粉丝石斗螺 只需要稍许加些调料 越简单就越能蒸出它的鲜味 到北海吃海鲜 兰花蟹不可不吃 先油炸一下 再用葱姜爆炒 能够保留兰花蟹鲜嫩的口感 这个肉太嫩了 嫩吧 很像美 这个肉质 就是嫩的好像婴儿肌肤的那种感觉 就是嫩嫩的 对 好 我们从这个夕阳西下 一直吃到了天黑 但是天黑之后 你会发现霓虹灯全部亮起来 维州岛有一种别样的美 非常的迷人 真的 我们一起欣赏 其实中国最美的海岛 就在广西北海的维州岛 欢迎大家来 夜晚的南湾街 是整个维州岛最热闹的所在 吹着清凉的海风 来上一碗甜品或者糖水 夏夜的甜蜜气息 仿佛初恋的味道 清甜而又回味 甜甜蜜蜜的感觉 特别满足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是的 是的 做自己的特色如意 然后迎接四年八方的游客 入夜 维州岛南湾街上 简有的三个酒吧 吸引着无数的游客 和岛上居民驻足 这声音在海边一遍遍回响 也在北海维州岛的上空回荡 这北海虽然说不大 但是各大菜系是一应俱全的 那除了老街 桥岗 维州岛之外呢 各类的海鲜食府 外沙海鲜岛 以及海盼滩头的大排档 银滩美食广场 都是享用北海美食的好去处 这美食呢 不仅有猪脚粉 螺蛳粉 鸡屎藤河 南康 水河等等 北海特色的小吃 那也有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 更有香煎葵龙饼 香煎北海鱿鱼 红烧海参 椒盐檀虾 干墨鱼焖猪脚 这些海鲜大餐 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呀 把新鲜美味的佳肴 尽收囊中 才是对美食恰到好处的诠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那如果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 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愿意拿出来分享 如果您了解一些 不为人知的消费内幕 或者是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 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都欢迎您扫一扫 我们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消费主张 官方微信公众号 那通过留言的方式呢 把您的遭遇告诉我们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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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